接着来看今天的湾区简讯 23号周日晚在湾区捷运BUT的El Cerrito Del Norte车站 一名男子遭到十几名青少年殴打之轻伤 并抢走了他的手机 警察接到报案后赶到现场 拘捕了几名未成年人 但由于受害者无法确认他们是否参与抢劫而随即被释放 目前这名男子已被送医治疗 今年湾区捷运BUT发生多起青少年团伙打劫乘客事件 尽管警方承诺加派人令预防罪案 但没有取得明显效果 明年1月1日起 加州开始正式淘汰传统白质灯泡 商店将不再允许采购销售类似产品 但允许继续销售之前采购的库存 售完为止 居民也可以继续使用已购买的白质灯泡 此后商店和居民只可以销售和使用更节能的LED灯泡 螺旋式荧光灯泡或白质鲁素灯泡 但特殊的白质灯泡比如三段式电灯 彩色灯泡烤箱和冰箱灯泡等不受影响 24日周日晚11点30分 东湾海沃市880公路南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加州公路巡警CHP的一辆巡逻车遭到追尾撞击 33岁警员Andrew Kamlery不幸殉职 事发时该警员与另一名警员将巡逻车停在道口路间上检查酒驾 一辆红色凯迪拉克突然失控撞向巡逻车造成该警员死亡 搭档当时在巡逻车驾驶位受轻伤 目前已恢复出院 造势司机是一名22岁的海沃男子 警方透露该司机涉嫌醉驾和独驾 新台人记者 余伟综合报道 准备